我們要共同來聲援我們大陸議員工人的罷工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在大陸東莞議員工人 有5萬人上街罷工 是中國公立史上最大的一場罷工潮 其應於就是因為他們發現他們的資方 長期以來社會保險基金已多到少的問題 在東莞的狀況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資方本來應該要繳 主流的社會保險基金普遍的短少 甚至用最低基本工資的方式 去幫很多的東莞議員工人來繳 更可怕的是在地方政府東莞市政府裡面 他們是用東莞市政府最基本工資的部分 來幫這些員工繳 還有很多的員工本來在公司裡面 長期工作了20年 是一個正職的員工 可是他們的資方居然用臨時工的方式 幫他們繳納保險金 很多的員工已經借領到50歲60歲要退休的時候 才發現了這個問題 所以他們走上了街頭 展開了這場罷工 全世界最大的製協的公司 他旗下的預言 在國外註冊 在香港登記 在大陸 在越南 在很多國家 在印尼 都有工廠 這個公司 在全世界 是非常惡名招商的公司 在過去 很多國家都有通潮 在越南 保存的越南工廠 就連續發生過罷工 可惜的是在台灣 我們從來沒有抗議過 今天我們第一次要在台灣 在保存老家 要給他一點顏色看看 今天我們這活動 不但在台北 在香港 在美國好多城市 洛杉磯華府等好多城市 還有澳洲 還有土耳其伊斯坦堡 都有同步的行動抗議 抗議品牌商 也抗議保存 面帶工人 要保存這個台北的辦公室 我們很清楚的知道 這個辦公室裡面呢 主要是在做一些穀物的代理 所以呢 平常呢 只是負責辦理一些 股東的穀物的事情喔 那 但是更重要的是 台北 保存的總部其實在台中 所以我們今天的行動 只是一個開始 我們要對保存喊話 呼籲保存 盡速解決一切的勞資爭議 達成所有預言工人 大公的訴求喔 待會我們拉完封鎖線之後 我們會一路沿路走 東華南路到中校公路喔 沿路經過保存的幾家品牌商的客戶喔 我們要對國際品牌商喊話 預言工人的大公 預言工人的問題 其實不只是保存的問題 也是國際品牌商的問題 這些國際品牌商 責無旁貸應該出面來 共同解決 承擔 對預言工人 一切的訴求喔 指著黑心企業 剝靴來工的做法 我們希望從今天 到此為止 在接下來的時間裡面 像保存這樣子 黑心企業 剝靴來工的做法 可以到今天 到此為止 我們也希望所有的企業 所有的台資廠 不管你在哪裡投資 都不應該有這樣子的黑心 剝靴來工的行為 終結血汗品牌 終結血汗品牌 封鎖黑心企業 封鎖黑心企業 我已經告訴你 為了妙子 守抖 讓我基神 任我的基神 剩建的 我的同志們 為了明天的勝利 師父戰鬥到底 善善 我的劳动者勇敢地站出来 封锁黑心企业 封锁鞋案品牌 封锁黑心企业 封锁鞋案品牌 我们现在走到了第一家 预言鞋场的国际品牌的客户场商 就是我们的铺马 铺马的运动协议装都要价两三千块 可是预言的工人 他们的工资却非常低 遗到不能足以生活 甚至连最基本的社会保险基金都没有 我们要来这边 发给大家手上每人一张 拒绝血案品牌生源预言罢工的单子 请大家一起把手上这样单子 拒绝血案品牌生源预言罢工这样单子 贴往我们的 铺马的前面的墙壁 保存公司是第一次被工人抗议吗 不是 很明显不是 过去在台湾的时候 组工会恐吓人家组工会的员工 到了印尼 甚至还发生把工人关狗笼的事件 这一次到中国大陆 预言五万人的罢工 我们可以看到预言的老板 保存的老板们 他们的发言人们 马上对好几家台湾的商业媒体的杂志 说他们有多可怜 多委屈 因为他们在中国大陆里面 面对到很多地方政府的潜规则 其实地方跟中央不同掉 所以呢 他们社会保险基金一多报少 好像是很有委屈的 这样子的资方 我们可以相信吗 不能 起因与资方 长期以来社会保险基金一多报少的问题 而这不只是预言工人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台湾的资方过去也将对待台湾的老公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声援他们 我们同时也看到 不止一多报少的问题 长期以来资方用虚假契约的方式 规避了工人的救援资号 那我们也呼吁必须要承认所有工人的救援资 从他们守护之日起算 在工厂里面工作开始就要起算这些援资 拒绝学汉品牌 拒绝学汉品牌 封锁黑心企业 拒绝学汉品牌 拒绝学汉品牌 封锁黑心企业 拒绝学汉品牌 封锁黑心企业大工 封锁黑心企业大工 宝城集团在中国大陆 在柬埔寨 在印尼 在这些国家剥削这些国家的廉价劳动力 同时回到台湾来炒地皮 甚至尽薰寿险业 我们看到 宝城最要好的朋友 就是润泰集团 当我们的润态 润城想要去买下南山人寿的时候 宝城也在其中插股 甚至当时 我们可以看到 保存赚来的这些钱 通通没有回归到劳工的身上 通通寄到了自己的口袋 难道我们这些国际品牌商 没有看到 视而不见吗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最大的品牌厂商 艾迪达前面 我们一样 对他们喊出这个口号 拒绝学汉品牌 拒绝学汉品牌 三元育员罢工 拒绝学汉品牌 攻锁黑心企业 拒绝学汉品牌 攻锁黑心企业 拒绝学汉品牌 资本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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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方国界 不方国界 资本拒绝 资本拒绝 不方国界 不分国界